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随着苏利曼杯和全运会的结束 国宇的功勋战将南双传奇傅海峰正式宣告退役 相信很多球迷和我一样 除了有感叹和怀念之外 更多的还有对于这位老江的致敬 宝哥傅海峰相信不用过多地进行介绍 后场覆盖面极大 连续进攻能力极强 在没有改变测速方式的时代 322公里每小时的世界球速之最堪称史上第一重炮 相信作为风云组合的球迷来说 当年最美好的记忆 大概莫顾于他们极具压迫感的后杀前锋 而傅海峰的特点除了有极具压迫性的杀球之外 在职业生涯的后期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 国宇这名传奇的功勋战将 总体来说 傅海峰的技术特点在职业生涯的各个时期 都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所以它的技术特点就必须要从风云和南风 两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首先是风云组合时期 这一时期傅海峰的最大特点 应该还是堪称史上第一的后场杀球 傅海峰的杀球不仅力道十足 而且动作很小 作为明显的特点 就是在发力时依靠腰腹肌的带动将身体前压 从而来提高球速 因此我们在比赛的慢镜头回放中就可以看到 傅海峰杀球之后 向前的重心趋势非常明显 而且击球之后 整个身体的反攻也比一般球员要来得夸张 可以说这样的特点也使得他的进攻极为不讲道理 压迫感十足 即便是在机会不好的情况下 也能通过强攻来打开局面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 同一时期同样是左手的重炮陈文宏 陈文宏的后场进攻能力同样非常突出 但他的重后场压迫性和连续性明显不如傅海峰 在连续进攻或者机会不好的情况下 他更多会结合一些批杀和掉球 才能形成有效得分 而在傅海峰的字典里 似乎杀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甚至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 他也能打出非常高质量的杀球 同时由于动作小 所以傅海峰的杀球落点大度都比较深 这就造成对手在接杀时 击球点通常在膝盖以下 基本只能挑球很难通过抽球来进行摆脱 那么从以上这些环节 我们就能看出傅海峰的进攻特点 因此在这一时期中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傅海峰的后场优势 蔡云可以说是想尽了方法为傅海峰做球 一旦风云组合形成了后杀前锋的经典战位 通常比赛几乎都是碾压 Den 啊 它的 那么说完了风云组合时期 我们再来说一说南风组合时期 这一时期 傅爱风除了进攻依旧强势之外 在技术上也更加全面 首先在打法上 大部分时间依旧是傅爱风在后场 张楠在前场 风云组合时期的后杀前锋 依旧是较为主要的得分手段 不过除了这一打法之外 南风组合的打法也相对更加丰富 首先我们都知道 南风组合时期 张楠是主攻混双的选手 所以大部分比赛都是要奸向完成 所以经常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了照顾张楠的体力 傅爱风在比赛中 除了要负责后场进攻之外 还要经常兼顾到往前 而也正是这一时期 傅爱风的往前意识 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首先傅爱风的往前 虽然动作较大 但延续了力量大的特点 尤其是逃顶区的风网 一旦抓住一排 对手就很难有机会摆脱 而我们都知道 张楠在混双中 主要负责中后场的控制 所以在比赛中 当张楠轮转到后场时 可以通过进攻落点的变化 来为傅爱风创造风网的机会 所以在后期的比赛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傅爱风在往前的威胁 越来越大 其次 傅爱风是左手持拍的特点 所以两人在轮转上 存在着明显的优势 所以在这一阶段 南风组合的战术 还有双压 双压战术 是当对手的回球 无法轻易回到后场时 我方球员在中前场 实行双人封锁 或连续封锁的战术 整体上来说 这种战术压迫性较强 尤其是当两人 形成两个正手的局面 威力就相当明显 而这一套路 其实在风云组合时期 就已经有所运用 只是到了南风组合时期 相对来说会更加成熟 整体上来说 从打法上的转变 我们就能看出 傅矮峰的逐渐成熟 从风云组合到南风组合 从试锦赛的四连冠 到里游未免 傅矮峰职业生涯中的每一步 都在创造着历史 无论是作为搭档 还是作为队员 他从未让球迷和教练 有过失望 而面对这位传奇老将 我们除了有致敬之外 更多的还有感叹 岁月匆匆 难说再见 只是世界羽坛 从此再无傅海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 见招摔招 本期的互动话题就是 傅海峰的经典比赛 你最难忘的是哪一场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 进行留言和讨论 下期节目 我们将从评论区中 优先选出 点赞最多的VIP用户 赠送爱与克资质的 限量无化山一键 上期节目的中奖球友 我们的奖品将统一在 下周祭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我是有光 我们下期再见